嘿 大家好 我是MV大熊MatchBear 今天大家有注意到我的變化嗎? 嗯 美美的 其實是因為 我在 11月1號到5號去抓寶可夢的時候啊 曬得太黑了 最近影片大家應該都有感受到我超黑的 然後我朋友就說我黑成這樣子真的很嚇人 他叫我上點粉底啊 再來拍影片然後再打一點光 看起來會比較 You know 比較有氣色 比較好看一點 可是我想說啊 只上一點妝的話 感覺要沒什麼 就知道 畫得美美的 這個妝啊 其實你只要有 粉底液 加 眼線筆 MeQ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口紅 就可以囉 你看這個口紅 然後還有這個 一點點的 點一下 點一下 就增添你的氣色 多好看啊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開箱囉 大家看到我的 帽子就知道 還有我的娃娃也知道 今天絕對是開箱Pokemon有關商品 我今天要開的東西呢 在 這裡 還有 這裡 以及 這裡 這個是去 百貨公司 那個台南中山店的 巴龍 的FUNBOX買的 我還有抽到了 這個東西 等一下再一一為大家介紹囉 今天 我要開箱的東西有蠻多的 那為什麼我開的時候要先強調 台南 中山店 FUNBOX 呢 因為啊 那邊的小姐啊 服務態度真的非常好 有三位小姐的服務態度都很棒 所以我的習慣都是會跑去那邊買東西喔 有什麼玩具問題 或者是小東西 他們都還滿樂意幫忙解決的 所以我都還滿喜歡去那邊買東西的 這一隻東西呢 是 迪士尼 壞人系列的魔杖 我記得他有 白雪公主的後母的魔杖 小美人與烏蘇拉的魔杖 那我抽到的是這一隻我最喜歡的魔杖 他的作工真的很漂亮 很細緻 裡面還有一隻 他的死魔嗎 烏鴉 然後他的長度還滿不錯 你看像我手這麼大握起來 還可以這麼有feel 一隻自動鉛筆的長度差不多 質感還滿好的 那單抽的價格 我抽的時候是250塊 我好喜歡這隻魔杖喔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搜搜搜看喔 抽個一隻回來收藏也是很值得的 Pokemon 這個也是 在那邊買的 是我最喜歡的 傑拉歐拉 當他電影版出來 出這隻的時候 我就好喜歡喔 這隻真的長得很帥 這隻傑拉歐娜呢 在我的心目中的定義 他是跟 露卡利歐是一對的 我覺得有點類似官方CP的東西 他的整個整體感都做得很漂亮 他整個上色都很棒 尤其是肉球 肉球的部分全部都有做出來喔 這隻很值得收藏 做工非常的精緻 而且眼睛的地方也沒有馬步掉 喜歡Pokemon的 尤其是傑拉歐拉的 很值得收這一隻 扭蛋就有一點可惜 因為扭蛋的 上色完成度就沒有這麼高 這麼漂亮 Pokemon的 官方出的這一系列公仔 我幾乎都會收 因為這一系列的 他手是可以動的 他剛剛有點卡卡我以為不能動 天啊他手可以動 更增添了他可以收藏的架子了 我應該要先來開箱的是 這個 今天收到的包裹 不能夠讓你看到我的品質 我已經有打開先檢查過包裝內容 網購的時候 大家要記得 一定要在現場 開啟手機的攝影機 然後跟員工借 美工刀直接 就是割開來檢查 不要為了說 開個影片或開箱什麼 太興奮 就回到家才開 那如果回到家再開的話 有時候會比較有疑慮就是 你有可能從這邊打開 然後把東西拿走以後再換新的東西進去 有時候會不會這樣懷疑 我覺得美必要 現場打開以後檢查過後 確認商品沒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 開箱新鮮的帶回家了 我有抽出來看 可是我還沒有完全的把包裝盒打開 這個帶購還蠻不錯 他連Pokemon Center的袋子都給我的呢 這一隻啊 我就是在 11月1號到11月5號去 奇美博物館 台南奇美博物館的活動時候啊 看到好多人都帶這一隻 他這個 特別的地方是他是磁鐵的 P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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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才知道他很滿足 來拆開看看吧 OMG 這個好像就是他的磁鐵機關 喔對 犀利超強的 天啊 哇 研究了超久我才知道怎麼把他 別在我的肩膀上 他的磁鐵要想辦法 把他給扣在這個扣板上面 然後之後再把他吸上去 他就可以穩穩的在你的肩膀上了 你可以跳斗天舞也沒問題 我們終於收錄了這隻可愛的 Mini Cube 那就今天 讓他陪我們 開箱一整集吧 最後呢 我要開箱的東西就是 Pokemon最經典的 外人 版木 老大 版木老大 版木老大 版木老大的 沿途人 很多人都說啊 這隻是 買超夢 送老大 我覺得這樣講 是還蠻有趣的啊 可是 我兩隻都還蠻喜歡的 我很喜歡 Pokemon裡面 壞人的詮釋 這個東西呢 是黏土人裡面常常會附送的 千萬不要把它弄丟喔 這個東西很重要 如果有買黏土人的話 這個真的要留 他是 脖子的關節 因為避免說你如果常常換表情啊 常常拆來拆去啊 他如果關節斷掉的話 他至少還要留一個關節給你換 因為凝土人的 手的關節跟腳的關節其實不太容易壞 最容易壞的其實是 脖子的關節 那這個一點就要很注意囉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配件吧 他的配件呢是 版木老大的 可以替換的 是手 拿東西的手 啊 這個是 插口袋的手 還有版木老大有的時候 變成邪惡的時候 臉會一半黑的臉 把木老大 有點 擬真的臉 超夢呢 有兩隻 這算可以抱熊的手 就是 好像可以放棄跟迫害什麼的 把木老大還有算是可以 畫了一個 R 他的兇章 火箭隊的兇章 以及 Pokemon Ball 這個Pokemon Ball 好小可是 上次好認真喔 Pokemon Let's Go 也是Pokemon Ball 一大一小 你看這個多認真 超級認真的一顆球 那我們先試著 把老大的臉 換一下囉 臉 圖頭 可是 裝上去有點 恩 不知所窜啊 這高臉是怎麼啦 被黑炭給佈佈了 哇他這個 手有點可惜 他插口袋跟他拿球的手是同一隻手 只有這 這一隻手是可以換成插口袋的 好可惜喔 沒有耶 我剛剛誤解了 他是有 兩隻可以放口袋的手 兩隻 兩隻都可以插口袋 他腳手 這個雷換上去 幽默程度超高的 我們來看一下超夢好了 哇你看超夢 可以 這樣子 他是圓球 然後裡面是 這裡是可動關節 跟脖子一樣是可動關節 所以可動度很高 超夢其實很帥 這隻超夢好酷喔 而且他不用靠頂座 他自己就可以站 他老大 這就沒辦法 這一定要靠頂座 我們來換一下他的手好了 這個手要注意的地方是要必須把他關節 拔開來換才行 像這個樣子 然後再把手插過來 讓我們換一隻就好了 因為我 我爛得換兩隻啊 嘿嘿嘿 來漏鬼 然後他這裡有一顆 他的 他放的屁 不過拿過注的話不用擔心 他有給這個支架 這個支架呢 就是給你拿來做一些動作啊 可以插在上面使用的 就可以把這一顆 紫紫的屁 給插在上面了 然後就可以讓他使出 很厲害的屁公波 今天我們介紹的超夢啊 老大啊 Jerra Ola 都是Pokemon的商品 我一直以來都超喜歡Pokemon 剛好趁著這一次機會 Pokemon Let's Go 以及Pokemon Go 整個活動大起來以後 他商品的販賣又更多樣化 也更增加了他的 商品的 授權 所以接下來很期待說 他可以再出更多更多的周邊商品 這一次主要會開箱是 我真的好想開這隻 迷你Q喔 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囉 今天的 開箱全部都是 Pokemon 因為我超喜歡Pokemon的 這隻迷你Q啊 如果真的很喜歡 一定要請代購買回來 真的好可愛喔 我發現肩膀系列的 只要有自己喜歡的Pokemon 都超推薦買的 他剛剛的圖片上面有寫說 不只可以掛在肩膀上 包包上 帽子上 都可以掛著 可以陪著你逛街一整天 我最近應該會帶著他 是出去逛街吧 太Q了 可以讓他直接掛在肩膀上面 真的是當初看到他就好想要 那最近 我的頻道都在 直播Pokemon 雷子Go 比較少拍影片 可是我還是盡量會 兩個禮拜 一定會至少 產出一部 開箱 或是生活日常 給大家看看我 平常的生活啊 或是我買的東西 請大家就不要擔心 我不可以推定 絕對不可以推定 這部影片結束後啊 會放一系列 就是今天開箱的照片 那大家如果說 看了以後有喜歡的 都可以考慮購買一下 那如果沒考慮的話就 當初欣賞也不錯啦 我是MV大雄 Watchbear 如果喜歡我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下次見 掰掰 好 就可以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